这一题明远大学这个超性学业成绩 那也就这一题它主要要统计什么 就是你的超性成绩 跟你的学业成绩是不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呢我今天我想要知道 如果他的超性是优的话 那他的学期成绩是不是也是很高分 另外呢有几个人是同样的分数 因为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如果是假如说我今天要取的第一名 那第一名如果有两个的话 那我下一个第二名应该就要向后递补 比如说像这边他刻意 第一名跟第二名总共同分刚好两个 所以呢变成第三名的这个人 其实实际上呢他以那个顺序来看 他是到第五个顺序而不是第三个顺序 所以这一题另外呢 他要我们做的里面还包含就是说呢 在成绩的栏位里面呢要利用什么呢 if is arrow跟large还有正列 光这四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说就已经很头痛了 那要怎么做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在人数上面他要什么 if count正列 然后呢去计算出超性成绩中呢 这个总共一二三名的人数 那这边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练习档案先把它打开来 那执行那个405那个题目 选择练习题里面的第四类的第五题 这一点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第一个把这个档案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按照他的题目要求一个来做 首先呢我今天希望找到最大的 最大的 而且这边的成绩呢要是 我们第一个第一题来看一下 那第一题呢还没有要先做 他第一题什么 成绩工作表转换为表格 然后呢名称叫成绩表格 并且套用这个样式 那这部分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先套用样式 样式部分在表格里面的这个 他要我们设定的是表格样式 浅色 所以你找到浅色 然后要第17 一排7个 14 15 16 17应该是这一个 所以请你把它点下去 接下来他会自动帮我去寻找这个范围 范围如果是A1到D51 而且有标题要打个案确定 好第一个动作就完成了 第二个动作呢表格名称呢 他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什么呢 叫成绩表格 所以请你在表格工具的设计 他这边有个表格名称 输入这个叫成绩表格 四个字成 那他本来有两个字 成绩表格 所以我打个成绩就好了 成绩表格 那前面多个点 把它delete掉 ok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题的这个设定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第二个动作是要怎么样呢 再切换到名次分析 名次分析 那名次分析里面呢 他要我们怎么样呢 根据这个超性优去找到他的成绩 那有几个人 那怎么找呢 特别注意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U 这边有U 然后这边有U 然后分数多少 那以往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会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这样 超性里面呢 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全选取消 只把U打勾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呢 排序 资料里面有个什么呢 Z到A 比如说按照学页 Z到A排序一下 你会发现U的部分最高分就有两个 然后以此类U的 那可是 再来就是甲乙丙 总共会有甲乙丁会有四个等地 那如果说你每次都要这样做的话 其实很麻烦 这个是凸发链钢 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做 把这地方先复原一下 那当然题目就是要求你不是用凸发链钢 而是你要用的是什么呢 函数来做 那里面会用到总共有三个函数加一个阵列 怎么做呢 第一个请你把游标先放在层级里面 那我要找最大的 所以你特别注意要找到最大的是Large 所以请你把Large 这边打一个L 或L的话呢 就会出现Large 那Large这个函数呢 它的使用方法就是一个阵列 加一个K K的话是第几大 如果你要最大的话记得用1 如果第二大的话用2 EaseLay推 最大到3 前三名的话可以用123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我怎么去得到我的成绩呢 那这边的话需要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就是什么呢 它的超性等于 超性要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所以超性这边的话我就再做一个判断 那如果说我的Large里面还要在第二个函数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第一次插入函数从这里 第二次插入函数呢 请你加 请你点前面的这个箭头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找到if 如果什么呢 那我们也会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等于这个A3的除了点一下 A3等于 跟这下应该是 我们的前面的这个超性 所以按一个F3 那这个按F3之后的话呢 它会自动跳出对照表 那这个题目已经帮我做好对照表了 这个对照表就是 超性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对照表 就是超性的那个栏位 已经帮我产生一个对照表 按你确定 如果超性等于什么 等于A3 A3 那因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请你把A锁定起来 A锁定起来 3不要锁定 那这样往下填满 它自动会变成4 就是甲 5的话变成1 一式类推 那这个条件 这是我们要判断 如果超性等于U的话呢 那这个条件如果True 请你帮我怎么样呢 显示什么呢 超性成绩 那超性成绩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题目 已经帮我做了一个对照表 也是一样 所以请你按F3 会出现显示学业成绩按确定 OK之后的话呢 请你再按一个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右边这边都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大瓜虎 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资料 这个叫正列 正列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止一笔资料 它是好多笔资料 显示在后面 那它的形式一定是 用大瓜虎把它刮起来 这个叫做正列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再按一个确定 因为呢 我们超性呢 这边只用了一个参数 所以最后还没结束 请你游标再放回LARGE 再按一下插入函数 最后面有个K 那K的话要第几大呢 这边要是最大的 最低大 所以请你输入1 那你按确定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本来会出现什么呢 本来会出现98 也就是它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会找到98 但是呢 因为LARGE呢 它只能找一个 不是找全部 所以你最后呢 假如说你要看到全部的话 记得要用正列的方式 让它显示 那正列怎么做呢 记得记一个这个快速键 在公式上方点一下 Ctrl Shift加Enter 这个时候或者是你自行在前后 输入什么呢 大瓜虎也可以 那你会发现呢 你做了Ctrl Shift加Enter之后的话呢 它Ctrl Shift按住再加Enter 它就会自动显示什么呢 98 有没有 表示它已经找到 这个范围里面最大的是98 那以此类推 你当然可以往下找 往下找 那就可以找到假的 是 如果它超性成绩是假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它的学业成绩是99 那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 其实这里 或多或少 超性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它的成绩 学业成绩也会比较高一些些 OK 可是问题题目呢 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说呢 如果里面没有成绩的话 那请你把它怎么样呢 帮我显示为Dash 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 有没有 这边 If If Error 所以 If Error 就是它也有可能找不到成绩 会变成呢 Error E-R-O 还是Error 就是错误 那请你怎么样呢 没有资料 请你把它显示为什么呢 一个Dash 一个简号 那这个地方 我就必须要在Large的这个公司呢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呢 If Is Error 去做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产生错误 那怎么包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 请你把这个Large 先把它怎么样 先 等号不要 不要减 请你不要选举 就是把等号后面这个地方 把它先减下来 Ctrl X 然后呢 再到这里面做一个判断 第一个 先找到最近使用过的If If什么呢 Is Error 那里面呢 还要再加第二个函数叫Is Error 所以呢 第二个函数的使用呢 请你点前面的箭头 找到其他函数里面 在这里面找Is 快速打Is 往下找 就会找到一个函数叫Is Error 也就是说 如果他找不到成绩 会发生错误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就给减靠按确定 好 那里面的话呢 刚刚不是有减下 请你再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个公式贴上 表示说什么呢 让Is Error这个函数呢 去判断说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 就会有成绩 那有成绩的话呢 好 这边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会出现公式有错误 我们按确定 再把游标回到If里面 因为我们If的函数还没结束 所以按插入函数 那再来 Is Error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请你输入什么呢 一个双引号 Dash双引号 表示说如果里面没有成绩 或找不到成绩的话 就给什么呢 Dash 反之的话呢 就把刚刚的这个Large的公式呢 再贴过来 就让它显示这个公式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的Is Error判断 OK 那最后还是一样 在这个公式的最外面 请你怎么样呢 最外面 这个任意的一个公式 任意的地方呢 按下Ctrl Shift Ctrl Shift加Enter 然后呢 再往下填满 OK 就完成了 第一个步骤 人数部分的话 计算方式 根据这个题目的说明 是要用Count Count是计算 那这个地方 我们用Count C-O 我打个C-O-U-N-T 往下找 Count是计算 计算按确定之后的话 Count 那接下来它要什么 Count 什么条件呢 计算出 超线是U 而且呢 成绩是98的 有几个人 OK 那首先的话 条件 第一个条件什么 If If什么呢 超性 所以请你按F3 F3里面有个对照表 是超性的对照表 超性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A3 那因为我等一下会向他填满 所以 只要锁定那个A的部分就好了 跟刚刚一样 那如果是True的话呢 表示说呢 它是 超性是U的 然后再来要比什么呢 比它的成绩 所以再次一幅 所以会有两个一幅 那第一个一幅呢 是在Count 后面 第二个一幅呢 是在如果是True的情况底下 所以True的地方呢 在箭头再一次 找一幅 那第二次是什么呢 第二次在比较什么呢 学业成绩 所以学业成绩 按F3 就可以稍打几个字 会出现学业成绩的这个对照表 按确定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哪个成绩 这个成绩 B3 然后 如果是True的话 那就显示什么呢 学业成绩就好了 因为一定要显示 所以我们就显示一个学业成绩 秀出来多少分数 OK 那底下也会出现 总共会有两个 按确定 好 可是你会发现 最后秀出来 只有一个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阵列 阵列才要往下找 所以呢 请你在这个地方一样 Ctrl Shift 加Enter 前后会帮你加大瓜虎 表示一个阵列 就两个 向下填满 因为呢 会有两个是 一样是98 而且超性是优的 那再来后面的成绩呢 其实你会发现 做一个之后的话 后面 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那怎么改 第一个 请各位 先把这个公司怎么样 先把它做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 把这个公司呢 那如果说不好复制呢 请你在旁边有个展开 这个编辑列 把它复制起来 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 记得在 Ctrl C之后 记得在Ctrl 许位 Enter 因为它的 你只要点一下 它的大瓜虎就不见 那再移到这个地方 把它Ctrl V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呢 请你在这个Large的这个后面 把1改成2 因为我要往下找 找第二大的这个成绩 另外的话 后面的这个地方 也再改一下 这个地方 应该是不只是第二大 因为如果第二大 有可能有两个以上同分的 就像这一集有两个同分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请你这样子 把这边本来1对不对 请你在前面加上什么 加上人数 C3加1这样子 会比较保险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同分的 那如果同分的话呢 C3有两个人 两个人再加1 就是第三 也就是第三大的在显示出来 才会是正确的 那最后请你也是 Ctrl Shift加Enter 让它往下填满一下 这样的话成绩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成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个简号 表示呢他查不到钉的成绩 那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呢 直接贴上 把刚刚的贴上 刚刚这个贴上之后的话呢 在这边做什么呢 一样他是 会有C3 因为我要第三名 所以他人数一定是C3加上什么的 E3再加上E 也是一直往下地步 这边也是一样 C3 所以直接在这个地方E 点一下C3 再按一个加号 E3再加 那最后呢 请你也是Ctrl Shift Enter 让他把成绩叫出来 那现在因为我人数 E3还没做 所以会跟第二名一样 那人数部分呢怎么做 请你也是一样 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先也是一样再按Ctrl Shift Enter 让他大瓜5继续产生 在这边呢 把它贴上 那几个人 特别注意哦 你只要把 本来是计算 学业成绩是B3 我们要计算哪一个 D3 所以请你把B3改成D3 好了之后的话 一样Ctrl Shift加Enter 人数就算出来 就是三分会有两个人 那往下填满 OK 那这边也是一样 把它贴上去 然后把这个学业成绩改成什么呢 改成F3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你把B3改成F3 最后也是要变成正列 它才会往下找 Ctrl Shift加Enter 好了之后的话呢 请你往下填满 那这个部分呢 就完成这一题 OK 那你会发现哦 它会自动去找到 这个学业成绩优的话呢 第一名98 第二名93 第三名呢 84 那同分的有两个两个 那一直往下找 那你们可以用排序的方式再试试看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这里的话试试看哦